航空工业集团今天发布消息 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民用直升机AC313A 近日在墨河完成了首次高寒试飞 这也是AC313A第一次进行高寒试飞 这两天 墨河机场室外的温度已经达到了零下40度 试飞团队6点多就来做飞行前的准备了 他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工作啊 天还没亮就开始工作 是这次高寒试飞的一个工作常态 高寒试飞是验证直升机是否满足使用要求最直接的手段 通过在寒冷天气环境中飞行 不仅可以掌握直升机各系统在低温环境下的工作状态 还能够发现直升机可能存在的需要改进的内容 对于优化和提升直升机整体性能具有重要作用 这个温度比较低 这里基本上能达到零下40度左右 比较适合于我们开展各种试飞 在低温的环境下直升机的各个部件 它的一些特性会随着温度发生一些变化 因此我们直升机也需要整机在这种环境的条件下进行一个充分的试验和验证 来确保我们能够满足在这个极端温度条件下的这个使用的需求 AC313A在去年12月下旬到达漠河 之后在机场开展了近一个月的高寒试飞工作 期间完成了20多个小时的试飞科目 对直升机的最大起飞重量 极限飞行速度 以及动力系统的低温启动试验等多项内容进行了验证 我们已经基本上把高寒的一些科目已经基本上飞得差不多了 地面的一些试验和我们的包括飞机的悬停啊 平飞啊 爬升性能啊 包括发动机启动性能 还有我们飞机在高空的一些包线的拖展 都还行吗 效果还是不错的 非常好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这次高寒试飞在结束之后 将会再投入一架AC313A直升机 全面的开展取证试飞工作 并计划在年内完成所有科目的试飞 取得型号试航证 为投入民机市场运营奠定基础 AC313A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国产大型民用直升机 可满足我国全疆域使用要求 对于一型直升机而言 从完成首飞到最终投入应用之前 需要先完成多个科目的试飞来获得试航证 而此次的高寒试飞属于试飞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相当于我们的复习与模拟考试 它的目标是对直升机的设计状态 进行一个全面的摸底 将直升机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固定的一个状态 在此之前 AC313A已经完成了部分高速性能和高原性能的科研试飞 此次高寒试飞结束之后 这架直升机将与另一架一起进行取证试飞 并计划在今年完成全部取证试飞工作 计划两架机在2024年将会完成 接近600小时的取试飞工作 涵盖不同的海拔的机场 以及不同的温度的条件 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完成整机的地面实验 最终我们的目的是尽快的取得型号的试航证 将我们的直升机早日投入市场 根据最初的设计目标 研制人员要将AC313A打造成一款 能够满足我国全疆域使用需求的大型运输直升机 所以这型直升机不仅具有更好的环境适应性 同时还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实现定制化的设计 AC313A在研制初期就瞄准我国航空应急救援装备薄弱环节 针对整机寿命可靠性等方面开展了大量改进提升 同时针对各种灾害场景下的救援需求 和客户个性化的需求进行了定制化设计 能够满足高原 高寒 平原 海上等特殊环境应急救援需求 并具备很强的任务设备改装能力和应急救援作业能力 我们直升机是有双侧脚车的 这个有双侧脚车的直升机还是比较少的 就左右都可以搜索到人员之后 都可以进行这个救生吊起吊的这个工作 就有的人会更多 效率更高 对 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 我们可以做相应的这个任务配置 作为一款大型多用途民用直升机 AC313A的机舱空间更大 在运输能力和载重能力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此外 AC313A在经济性和舒适性方面也进行了改进 经济性方面它就是有一些突破 就是发动机的这个油耗更少了 舒适性方面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直升机的 整个的这个噪声啊都比原来要小了